三十五 周朝中兴 在湖边 百灵拿出了艾莎所的发射器 当他对周池和刘道明强调要注意看他喷出的东西时 不免担心在艾莎家的那一幕能否再现 如果除了一团水 什么都没有 那形象简直会笑死人 一定会被刘道明传遍世界 当成讲一辈子的笑话 这两天 反复看他在艾莎家用手机录下的音像 艾莎说过 第二在水中可以增值完全 不会溢入空气 此时没有面罩 也不会有问题 他按照反复演练过的步骤 发射器里还有上次注入的水 只需打开保险 把发射器喷口对准湖水 他屏住呼吸 勾下了按钮 随着一小团水射进湖水 入水前的瞬间 白铃看到了出现 乒乓球大小的物质 悬着的心顿时放下 而周驰和刘道明看到的只是个稍大点的水花 然后水下冒泡 稍有一些翻腾 似乎没什么特别 突然 轰地从水下爆裂 湖面炸开的水浪向四面蹦践 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让人不自觉地后退 随后是更大的爆裂 翻起更有阵势的水浪 四溅的已是冰渣 这样的爆裂连续发生了好几次 一次比一次规模大 轰鸣声在环绕小湖的哑壁间回荡 连白铃自己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阵势 终于安静下来 原本的水面出现了一大块与湖岸连在一起的新物质 有半间房的面积 如同水边新增了一块大礁石 刘道明从震惊中醒过来 高叫出的第一句话是 纳米复制 他跑上去跳到刚生成的礁石上 用鞋跟坐 蹲下抚摸 双手拍打 又跳回到岸上 急速地捡起一块石头 跳上礁石使劲敲 然后端详敲掉了一角的断面 再次重复 纳米复制 他抬头看岸上的摆灵 眼中透着绝望的神色 从哪搞来的 是谁做出来的 天哪 怎么会在我的前面 周池本人不会像刘道明那样 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不动声色 只是伸出一只脚 在那物质上踩了踩 上面结了一层冰壳 为什么会有冰 出于震惊中的刘道明 下意识回答 纳米复制需要能量 在水里复制取的是水中热能 热能流逝到冰垫以下 水就会结冰 刘道明在那纳米礁石上 跳上跳下好几次 不得不相信 的确已经有人在他之前 做到了纳米复制 百灵给周池讲了来龙去脉 对技术他知道的不多 但是那晚 他先用手机在艾莎身后 拍了第二管和发射器的视频 在试用发射器时 他收集了手机 但没停止录制 虽未拍到画面 却能听到后面的所有声音 现在重放那段音响 刘道明全身紧绷 饥渴地吞噬爱沙的每个字 听到地灵石 他受到的冲击连身体 都呈现出震动 而听到凯伦决定销毁第二 退出纳米领域时 又如沐浴甘霖 从绝望中重生 枯黄脸上 顿时泛起红晕 沮丧 一扫而空 他一生都在冲击纳米复制 最大的目标 就是率先登上那个峰顶 看到山顶上先插上了别人的旗帜 正敢崩溃 大悲大喜却在瞬间 先登顶的人不但没有插旗 还毁掉了成果 空出山顶任他去插旗 他仍然可以得到所期望的一切 只要能尽快搞出出自他的纳米复制 刘道明此刻连连顿足 责备白领怎么能把仅剩的一个第二团 发射到水里 丢掉了唯一的样本 我如果不让你眼见为师 你能信吗 还不得把我挖骨子 白领回答 他心里有底 不必为失去一个样本担心 艾莎呢 有两管呢 按艾莎说的 足有几十亿个第二团 只是怎么弄到手的问题 总可以解决 不舍掉这个第二团 让周池眼见为师 是做不成买卖的 关键要看能不能搞出地灵 白领说 有地灵就像有了解药 第二就不是水也不敢碰的祸害 而能大染身手 他请周池一定要叫刘道明来 是知道他人虽讨厌 却是台湾纳米科技的头把交椅 在世界也属一流 在百灵的设想中 周池是气功师 要的是能够收发自如的装神弄鬼 例如先让第二进入人的身体 长成刘子壮实 又能用地灵给他化解掉 招了这种道德人 一定就会信服的五体投地 甘愿拿出大笔的供奉 正好有个刘道明 绝对不会承认做不出地灵 刘是专家 不懂纳米的周池 会相信他的保证 这就是让百灵 能够做成生意的完美链条 地灵有什么了不起 当然搞得出 刘道明果然做出了 那只是小菜的神情 同时又给自己留下个开脱 我的研究和这个路子不一样 所以要搞出地灵 得先搞到第二的样本 只要有样本 地灵水到渠成 百灵虽然聪明 却想不到周池 首先考虑的不是装神弄鬼 他的心思大得多 周池生在河南洛阳近郊的农村 从小翻看爷爷乡底的族谱 得知祖上是周武王 其实中国人的族谱 都会把家族的源头 攀附到历史上的大人物 一般人不会认真 年幼的周池 却不知道被捧出了哪颗金 达纳时期 就认定了自己的终生使命 是复兴周朝 而他自己将成为新周朝的中兴天子 照理说 在现代社会想当皇帝的人 基本就是精神病 周池却不是 他极其理性 计算精准 谋划缜密 多少年如一日的步步向着这个目标走 连他搞气功 都是为了实现复兴周朝大业的手段 中共禁止气功 迫使他离开了中国 使他失去了几十年经营得到的地盘 在海外虽有自由和安全 不受打压 弟子和供养也不缺 却缺了土壤 复兴周朝 只能在周朝的土地上 没有祖宗的血脉和气场 美国再大 也不会是周朝的立足地 周池曾想过以台湾为基地 毕竟是中华文化 语言通能发挥 也算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一度进展不错 弟子众多 供养充裕 发展了好几个分会 却因势头太强 引起了台湾当局的警惕 限制他只许一年进台湾一次 不超过三个月 违规一次一年不得入台 违规三次十年不得入台 他找了在台湾政府工作的弟子去通融 却了解到 只要是大陆背景的势力 无论什么性质 都不许在台湾扩张 这是既定的国策 朝野 共识 无法改变 这是对周池的第二次打击 他只好缩回美国 一时周朝中兴的大业 似乎陷入无望 仅当个气功师捞钱 不是能让周池满足的 他一直在寻求如何突破 其实周池从未把台湾当回事 那不是他的目标 在台发展 这是权益之计 台湾太小了 就算能当上个台湾王 和他从小做的帝王梦 也差得太多 必须是先祖荣耀 普照过的广袤大陆 才能撑下他的胸怀 边陲小朝廷 何以满足 他只是把台湾当棋子 当基地跳板 敲门砖或杠杆 为的还是走中国的大棋局 中国军队封锁了金门 又无声地撤围 让周池看出 内部必有矛盾 有矛盾就有可利用的机会 中国当局把解放台湾 喊了几十年 只要不对线 不管怎么转移视线 也会继续发酵 台湾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 中南海和军队 在这个根本上的退缩 却会成为他的机会 如果他能降服台湾 促成台湾与大陆统一 必定会得到最多的民众支持 获得超过任何人的声望 那时离他的梦想就会大打接近 这个第二如此神奇 有如此威力 是不是天赐 在他山穷水尽时 展现的柳暗花明 周池留下柳道明 继续考察那堆纳米物质 让柳林陪他散步 湖边退水 露出的土地 长出嫩粒草芽 走上去富有弹性 周池问柳林 如何打算 柳林回答面临几个选择 一是把情报告诉台湾或美国 其他的就不管了 但那样只是尽了义务 自己得不到什么 他现在已经到了该考虑自己的时候 东突组织一定会为这个情报出高架 因为第二能成为最有威力的恐怖武器 但是他的职责 本是维持法律和秩序 不能帮助恐怖主义 所以他现在处于矛盾中 请师傅来看 也是想求得指教 该怎么办 周池拿出手机 在电子支票上敲了一个数 把手机屏转向柳林 这是三分之一 算是信息费 等你把第二拿到手 交给我 令三分之二即可付清 柳林先是看成了十万美元 交出第二后 才能拿到三十万美元 比期望的一百万美元 差得太多 刚想讨价 才看出是少看的一个零 周池给的就是一百万 意味最终能得到三百万 他压住内心的喜悦 尽量平静地向周池点了一下头 不管后面第二是不是能拿到 随着周池点下确定 一百万美元即刻进了他的账号 已经到手 当然 他绝对要拿到剩下的二百万 其实柳林若是讨价 周池会立刻涨钱 只要能达到目标 花钱就无需考虑多少 他要的东西无法用金钱衡量 他不缺钱 缺的是至胜的法宝 藏在灌木丛中的李可明 听不到柳林与周池说的是什么 但是他用望远镜目睹的整个过程 已经足够让他震惊 若非亲见 根本无法相信 那个看似女人用品的小东西 能造出这么一大堆物质 他不明白那是什么 怎么回事 但是知道必须认真对待 李可明当时就决定 把来美国的调查 转到这个方向 猜得到这神奇的东西 一定是来自艾莎 现在又拿给了周池 柏林在这其中玩的是什么 三者会形成怎样的组合 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关键的是 最终要干什么呢 不过他再怎么往复杂里想 也想不到后来 会搞到那等的惊天动地 欢迎订阅你们的名字